日本建筑家藤森赵信被称为建筑界的老顽童 创作风格朴实又充满童趣 他善用木头、竹子和石头等天然素材 打造和大自然巧妙融合的建筑 近几年腾森在台湾陆续发表创作 包括罗东的艺术装置老董轩 以及台北华山文创园区的森文茶庵 最近他继续发挥老顽童的精神 在华山打造第二间茶屋 不过要喝杯茶可不容易 得先爬上超过两公尺的狭窄入口 体验用低姿态品茶的哲学 八根2.4米高的台湾巨竹 支撑四平大的屋子 日本当代建筑史学者滕森赵姓 受华山文创园区邀请 打造空中茶屋 想爬上去喝杯茶可不容易 爬上这狭窄的梯子后 还得跪着通过出入口 考验民众的胆量 腾森赵姓大量使用台湾的竹子 还请附近国小的小朋友 帮忙贴屋顶的雨林板 还有大学生来帮忙洗剧竹 看得出这位建筑界的老顽童 实在童心未敏 屋子盖好了名字怎么取 也是一个好问题 他说应该以刚前面那个公园为主 所以公园叫华山艺文公园 可是他所有窗户都望北 看到七星山 所以他心理上在想说 可不可以叫做望北 本来他想命名叫望北亭 可是我们跟他建议说 什么亭在中国大陆一大堆 不太特别 但是茶亭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用的 所以最后就定名叫做望北茶亭 对日本人来说 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慢慢喝茶细细品味茶道 是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享受 藤森造姓打造这间茶屋 提供台北人一个宁静的品茶空间 民众可透过申请 享受在茶屋待上一整天的乐趣 中央社记者红黄军章亚婷 台北报导 在两岸由水墨现代化支付美誉的刘国松 到新加坡当代美术馆举办革命复兴会画展 刘国松表示这次在新加坡办展希望能和新加坡 印尼等地的水墨画家一起切磋建立东方画系的新传统 在六十年代初 我在台湾从事与中国化的改革 从事与中国化的创新 就希望把带动了整个东方画系的这些国家的水墨画 能够一起来创新 一起把它发扬光大 刘国松在全世界举办各展上百次 曾获得台湾艺文界最高荣誉的国家艺文奖 及华人艺文终身成就奖 不仅为传统国画注入新生命 更成为现代水墨运动的重要推手 今天新加坡的朋友也非常的踊跃 包括印尼驻新加坡的大使 也特别来参加今天的开幕会 那么可见刘老师在这个国际的这个艺术界 也有他的一定的地位 不少当地艺术界人士都出席画展 更凸显刘国松在艺术界的地位 他的画风深受国际赞赏 也将台湾的软实力推展至国际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新加坡报导 针对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请辞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陆方不会评论台湾人事布局 但也希望任何变动都不会影响到 两岸沟通合作 对于日前原定的金门王张会延期 马晓光则强调是负星空难所造成 两岸应以救援善后工作为重 这与M503航路争议 马晓光强调 这条航路是在上海飞航情报区内 而非台北飞航情报区内 前已由国际民航组织核准 M503航线是设在上海飞航情报区内 而不是设在台北飞航区内 而且已经得到了国际民航组织核准 那么这个航线 距离台北飞航情报区 有足够的安全基于 也不会影响到该区域的使用现状 由于王玉琦的挂关求去 原定2月举行的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 现在也确定无法举行 是否影响后续两岸互动 两岸传媒都很关注 中央社记者邱国强北京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祝大家新年快乐 英国大英博物馆 馆藏文物丰富多元 最近第三度来台湾办展 以100件馆藏 呈现人类200万年来的文明发展史 展场第一件作品 是来自埃及的木乃伊棺木 棺盖上的彩绘图案 揭露了古埃及的信仰和丧葬习俗 棺盖上往生者的脸漆成绿色 借此和古埃及文化里面 掌管生命复苏的绿面神奇 欧西里斯连杰 期盼来世得到永生 大英博物馆这次精选的摆件展品遍及五大洲 共同的特色就是反映出人类发展史上每一个阶段的生活需求 东非出土的石斧和日本出土的陶翁 是史前时代人类采集狩猎和烹煮食物的帮手 伊拉克境内发现的棋盘有超过4000年历史 堪称是最早的桌游 各地的人像雕刻则满足了百姓在信仰上的需求 同时也是统治阶级塑造权威的手段 展览中也看得到民族和民族 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 像是源自中国的青花瓷 传到中东增添了当地特有的红色颜料 别有风情 东非坦上尼亚出土的陶器碎片 绿色青瓷来自中国 青花瓷器则源自中东 显示早在西方航海时代前的中世纪 东方的中国和中东贸易经商路线 已经远达东非 大英博物馆百品特展 选择台湾为亚洲巡回的第一站 同时也邀请主办当地提供第101件展品 为展览收尾 故宫安排了清朝咸丰年间 实地学者六言修订的中文版世界地图参展 这也是这项文物首次对外展出 早期看到耶稣会是他们引进来的地图的绘制方式 他们都是呈现东半球跟西半球 那么六言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南半球跟北半球 用现在的地图去看当时六言绘的大地全球一览之图 其实整个外形各方面都是非常相似的 故宫表示 清朝当时的知识分子 希望透过地图绘制唤醒中国人民 看看国外的进步进而发奋图强 故宫提供的作品也呼应了这次的展览主旨 希望观展民众透过仔细观察每一项文物 深入了解背后人类发展的历史 更加提升文化事业 中央设计者洪黄军王怡文台北报道 带您关心体谈消息 2015年NBA全明星赛台北时间16号将在纽约登场 今年东区由克里夫兰骑士小皇帝詹姆斯领军 西区明星队则又担任先发后卫的 荆州勇士柯瑞带头 而备受关注的洛杉矶湖人小飞侠布莱恩 生涯第17次入选全明星赛 忽然队却宣布他右肩受伤 他能否如期出赛备受球迷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代表幸福太 grid 本庄宁 稍缺 人之后 美国打消息 特国甲 患讯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